香港爆发了第三波疫情 而港府今天宣布全民检测计划 有医院的民众可以进行一次免费的筛检 最快两周后实施 而传出了昨天深夜有一辆贴着 华大基因火眼实验室的货车 而这华大基因是涉及了 采取新疆人的这个基因的 所以因此受到国际相当大的关注 而这个实验室的货车 偷偷运送物资到香港中山的体育馆 而今天港府证实将要把体育馆改建成检测中心 7号港府召开记者会特首林郑月娥宣布 要推行免费全民检测计划最快两周后实施 虽然强调是自愿性质 不过这项全民检测由中共医疗队的三家大陆机构负责 而其中一家公司华大基因 遭到不少民主派人士质疑 DNA资料是否会被送中 对此林郑月娥也回应 港府才宣布要全民检测单6号深夜一辆挂上火焰实验室 远港物资的卡车却偷偷运送一批物资到香港 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 隔天一早更出现近200名警员驻守在外 多位区议员也到场了解 不料期间却遭警方阻拦 更被以违反限制令为由票控 到今天召开会议 紧急会议 希望问到政府任何的情况都是答不到的 到底这个政府所有的情况都是蒙在鼓里 不让我们知道 区议员抗议港府在外京咨询下 甚至将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改建成火焰实验室 更批评豁免建议政策 是造成香港爆发第三波疫情的原因 表示如果这项政策不改善 在多实验室临时医院也是徒劳无功 新唐人也对电视时间里业余柔整理报道